这里道东可不少 走 去摸摸皇户 不信 你怕鬼啊 瞧你那个怂样 我们这一行的脸全都被你丢进 大哥 臭女孩们 你找死吧 你 两个道魔贼而已 本小姐轻松搞定 这还不少 不来就不来 难道我一个人还搞定 又不是出出茅庐的菜呢 不过两个小贼而已 我摆出下还不是手道擒来 大哥 别走啊 大哥 大哥 害怕 傅 臭鴨没人把我踩走 还活着 没想到这下面还有座古墓 是个武将的墓地 睡好了吗 你最爱的神仙酿 现在您敞开盒 我也不会再唠叨 想着您忌日快到了 昨晚我就赶回了咱家 许久没人的屋子 分外冷清啊 也就师父您好这一口 三个月前 我遵循您的遗愿 下山红尘练心 还记得山脚下的三炮和胖子吗 我现在和他俩开了一家古玩店 多亏从小跟着师父您 看了那么多古籍 对古玩古董有所了解 再加上嘎巴拉能辨别 师父 嘎巴拉到底是什么 嘎巴拉救了我 还传授给我一套神秘的修炼之法 凭着要活下去的本能 我跟着这套功法修炼 不知在那片混沌世界里 度过了多少岁月 直到我体内爆发出真怨 没想到 这番奇遇 竟让我成为了一名异能者 师父 好 您曾说当年捡到我时 这嘎巴拉便挂在我脖子上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我究竟是谁 喂 一哥 出事了 胖子 你看一哥像不像个神官 确实像 挂下解释 白猪夏有生命危险 都怪我们 昨晚不该上约的 我回山顶老宅前 咱们不是说好了 由你们俩派出夏 去追查盗墓贼 哎呦 我们玩游戏太入迷了 结果把这个事给忘记了 今早看到群消息里 有百出夏发起的语音通话 可惜我进入后台 也查不到它的正确方位 离挂为正南 胖子 搜索一下正南方位可有目的 哦 确实有 在城南荒郊 我们走 嗯嗯 四面环山 如梅花环抱 实乃梅花捧之处 四方木葬地乃仙人之地 仙人没见着 盗墓贼倒抓住一个 好 一哥 刚才按照你的吩咐 我们在这四周查看 结果捡到了个昏迷了的家伙 刚把他弄醒 这人就磕头认错 说自己今后再也不到墓了 昨晚 见过这个女孩吗 没 没 没见过 不说 你手上的手铐哪里来的 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 别别别别 我说 他们被 被墓地吞了 就 就 就是这里 老大逃走后 那女人追着到了这里 结果他们一起掉了进去 不想下去见点恍惚 嘎巴拉在发射 看样子情况不妙啊 你们看好他 我下去找出现 大可不必 这种英雄救美的剧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三胖 我愿意守在上面 死胖子 说不定下面还能捡点宝贝呢 嗯 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胖子 我送你们的玉佩都戴在身上吧 那当然 这可是保命的宝贝 嗯 怎么这么黑啊 嗯 你起开 你大眼别贴着我 哎呦 那男人还怕黑 三胖 别叫我下次和你一起打游戏 哼 谁稀罕 等到我 一哥儿 接下来怎么走啊 别急 嗯 嗯 一哥儿 嗯 快看看 这是什么宝贝啊 嗯 嗯 就在那儿捡的 嘿嘿 得亏我火眼睛睛 嗯 看这品箱 值不了几个钱 嗯 别拿牧师里的东西 嗯 拿了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嗯 对对对对 咱不能敢盗墓贼的勾当 啊 可是 青宝阁这个月的房租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急什么 我们这行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跟上 我 这 这可真冷 喂 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怕黑 嗯 嗯 嗯 浴室不要慌 先把手机掏出来 拍个照片 这里应该便是主墓室 大家不要随便出摸任何器物 这里怎么会有太极镇 看这规模 这个墓的主人 不是王侯 也是将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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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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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刚刚捡到的,看样子老之前了 金石 别碰他 金石只会出现在金子地 金星 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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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可以 死 金石 它 iska 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最危险的就是这种极音之气 它能引发诸多异象 选择极音之地落层 恐怕是要让这牧主人永世不得转胜 这竟然是寒武王朝时期的目的 寒武王朝 那个传说中的 那我得看看 别动 开玩笑了 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追得多 丑相 又是极音之气在刀鬼 还好一个反应官 不好 拂恩撑不住它了 老公 给我弓兵闪 接着 啊 神龙世识扶着呢 三胖 胖子 你们想办法牵制住百叔下 我启动地上的扶针盯住他 死胖子 快来啊 你拼了 你拼了 这个 你这要是做什么法 嗯 呃 痕氣入體 初夏已經被吉英之氣控制了 要救他 只能在吉英之地逆轉法陣 才能逼出寒氣 翼哥懂得可真懂 嗯 唉 當初我們也應該留在山上 本好好學學本事 可惜 這些法術並非師父所守 去ced 啊 有知不知道 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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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嬰破 我可不想被活埋在這裡啊 我們快走 据最新消息 今日上午十点 唐城城南墓地发生坍塌 所幸为造成人员伤亡 有关部门赶到后 迅速化解险棋 并在现场捕获一名盗墓贼 据文物部门介绍 他现身处露出一座故 专家表明 有可能是韩武王朝时期的故故 可惜因受损严重 还需进一步考证 他会不会 我已经用真元 封印了他体内的基因之气 但是 必须在一个月内 重新找到基因之地逆转法阵 才能彻底逼出体内的痕迹 否则 我也不能为例 你们快看 吉因石 一哥说过 吉因石只长在吉因之地 我们立刻出发 去找这个阿民宫 嗯 嗯 我去找你 可算是到地方了 夜间航班真不是人做的 死胖子 你就是到省钱 去 卡丽没什么钱了 不省着点花 我们喝西北风啊 当年发现那个溶洞的阿明 便在这个寨子里 请他给我们当向导 尽快找到溶洞 确定是否是基因之地 那溶洞在原始森林中 我在网上想尽办法 也查不到它的准确位置 初夏 我们该进去了 若那个溶洞真是基因之地 那你就有救了 配合阴阳平衡的太极阵 彻底清除你体内的基因之气 别担心 我用真源封印住了你体内的基因之气 你现在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只要一个月内 彻底去除这股基因之气 就没事了 一哥 我们真的要去会安那个溶洞 当年的宋床小队可是团灭啊 要救百出夏 找到基因之地是唯一的办法 值得去试一试 那天若是我们陪你一起去 你也不会出事了 是我自己没用 现在还害得大家 难道要我们眼睁睁地看你去送死 抱歉 我做不到 一哥说的没错 再说了 我们清卯阁当初差点关门 多亏了你介绍那些老主顾 才撑到了现在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我们三兄弟可是明事里的人 你这狗嘴里男的吐得出象牙 有本事 你吐一个给我看看 那 谢了 不过 我一定不会再拖后腿 他们在干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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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扔扔扔 不好意思啊 这几个外乡人来买木头 你们难道也是来买木头的 不 我们是来买人的 不不不不 我们是来找人的 什么木头这么值钱 还专门来买啊 黄花梨木 慧安省的黄花梨木颇有名气 其色则黄润 纹理柔美并香气沁人 因稀缺导致所做的家具 把玩佩戴物件 极具收藏价值 听上去很值钱的样子啊 非罚采罚 够你小七年的 阿明可是有正经的伐木症 阿明 是十几年前 发现溶洞的阿明 什么溶洞 根本没这回事 这是会计 白老板 前些年偷罚现象太严重了 森林里木头少得很 这几根黄花梨木 是我能找到最好的了 哎 若不是要给孙妮治病 我还准备再放个几年 价钱肯定比现在翻个一番 嗯 白总 这批野生黄花梨木 品香不够 值不了几个钱 这 这个 十目九空 能开除的格还非常小 根本不会开除鬼脸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哎 哎 阿明白辛苦一场啊 他还指望着这笔钱 给孙女阿珠治病 阿明的命可真苦啊 几年前的车祸 带走了阿珠父母 阿珠也瘫痪在家 叶哥 黄花梨的格是什么东西啊 有格材之前 嗯 格长在黄花梨木的中心 俗称新彩 呈红色 越是年久 颜色越深 也越珍贵 哦 嗯 阿明公 虽然赵老师 鉴定这批木材不值钱 但作为咱们的第一次交易 我出八万 买下它们 八万 这也代表了我的诚意 希望你下个月 再有一批黄花梨木 若是里面有精品 价格 一定功能 森林里的黄花梨木要隔几年才能采法 你们会不会看错了 这一批木头怎么会差 你是在质疑我的鉴定 赵老师是业内著名的木材鉴定专家 也是我白氏珠宝特聘顾问 你若不接受我的鉴定 那还有个办法 把每根木头都开出来 看看里面有没有隔 万一是我看走眼了 出了大隔 那阿明公就赚发了 但若全部都没有隔 白老板这钱 你也别想拿 那就这么 我求二十万 买下这批木材 我的一哥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我替他出 你姐妹儿 大鸡 让他给我死 靠子 还真是陷到千颜里了 初夏 快收起来 我去 阿明公 我能否看看这些黄花梨木 看 看 随意看 白老板 放心 这批黄花梨木 没人敢跟你抢 这位小兄弟 鉴定木材这块 可没有什么简陋的机会 也偷积不成十八米 老师可是有几十年的鉴定木材经验 国内知名专家 他说这批木材不值钱 就是不值钱 这批黄花梨木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我出的二十万 就凭你也敢置疑老师 多说无意 这位赵老师 那要不要猜一下 看看你和方亦 谁的眼光中 你们各挑一根黄花梨木来解木 谁选的木材价值高 这张卡里的五十万 就归 敢不敢答应 我的乖乖 我没想到夏姐姐这么有钱啊 你可真对我有信心 那当然 白总 您看 这位小兄弟 怎么称呼 方亦 赵老师 答应方亦的要求 若这方亦真有这般眼力 倒可以请他 为我白事服务 阿密公 您老放心 不管解木出来的结果如何 我这二十万 不会少给你的 就这根了 方亦 不另选一根 这根木材品相如此低烈 我怕我赢了也胜之不武啊 一格选的木头也太细了 估计有点悬啊 不了 救他 不是天高地厚的小子 这也想赢我 我觉得是个大师 还是个多道 矮子里面拔将军吧 这批木材 也就这根还不错 你来解木 里面估计能出格 我来吧 这样快一点 不行 万一你倒了 赵老师 方亦既然有这个心 就让他来吧 这美女 是不是看上我们一哥了 你就是要开都开 你就是开人 你就是开人 是你太傻了 你说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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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 恭喜你 这根黄花林木 开出了格 没想到开出的格这么大 都快赶上方亦挑选的木头了 赢定了 惭愧惭愧 之前我看走了眼 这个格的价值 就不止十万 方亦 不好意思 这一局你输了 一哥输了 我选的还没解开 赵老师别心急 既然你要硬撑 那就随你 老师 年轻人哪 鬼脸 竟然开出了鬼脸 什么是鬼脸 律师不懂就查资料咯 如此清晰的脸廓 耳鼻真乃清水出芙蓉 一脸值万斤哪 我出四十万 买这鬼脸 我出一百万 阿民宫 这批木材 我全要了 老师 老师 难怪我会说 就因为你带了这本书 这 这也不行带 方亦 我是唐城白氏珠宝的白素希 想邀请方亦先生 前来做客 有机会 会前来拜访 我等你 小哥 这次多亏了你 有了这笔钱 我孙女的病 也许就有救了 我拿出十万 作为感谢费 实不相瞒 这次 我们是专程来找您帮忙的 有什么事 能用得上我阿民 尽管提 跟我来 走 不行 绝对不能再去 那个痴人的溶洞 我不知道你们 从哪里查到的消息 但方亦 你绝对不能去 那个溶洞 我们必须去 只有在那里 才有可能为同伴 化解极因之气 阿民宫 请您为我们带路吧 不行 阿公 怎么了 阿公 把你吵醒了 或许我有办法 让这位姑娘重新站起来 阿公 我愿意让这哥哥试试 小心点 现在不宜多走动 阿珠 爷爷 阿珠 你的腿 阿公 我能走路了 谢谢 小意思 谢谢你们救了 阿珠 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会带你们到溶洞的 阿民宫 请不要把我治好阿珠的事外传 我明白 这灯神迹 只有千年前我们寨子供奉的仙人才拥有 我绝不会给恩人惹麻烦 我说 我说要不要休息一下 黑熊 不需要警惑 你现在收集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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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 我可再也不想来第二次了 我小命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 姐姐渴了 瞧你那什么样 再瞧我翻脸了 胖子一直口无遮拦的 你别多信 我没事 大家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 溶洞就在那儿 慢点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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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小心点 抓紧了 我 我 去 去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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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便是我们的寨子 这有点像八卦阵法 看来阿民宫先前所说的仙人 便是和我一般的异能者 走吧 溶洞就在前面 这种孙爽的滋味告诉我 咱们没找错 不要往下结论 阿民宫 你就在洞口等我们 二十四小时后我们还没出来 再找人来救援 救我 恩宫 老汉我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陪你进去 阿民宫留步 我们会尽快出来的 可是 阿民宫 你可太小看我们家一哥了 别忘了 他可是异能者 那你们千万别逞强 若有不对劲 立刻出来 能抵御极英之气的护身玉佩 都带上了吧 保命的家伙 怎么能忘 我在这儿陪阿民宫露老科 祝你们一切顺利啊 嘿嘿 想什么呢 给我跟上 走 走啊 千万小心哪 我们离极英之地 应该不远了 我发现了什么啊 这融洞不对劲 比唐城那座古墓还要浪 虽然还没有看到极英石 但卦象和寒气所示 这个融洞 应该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嗯 可算找对地方了 可是 为何看不到极英石 我记得你说过 极英之地 一定会出现极英石 害地极英 万物终结 极英石线 阳气覆灭 请许就在极英之气 最盛之处 正好在那里逆转阵法 驱除你体内的极英之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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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家又变异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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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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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 又犯病了 嗯 你被这里含气侵蚀 引发了体内的极英之气 还好嘎巴拉暂时将极英之气 控制住了 能控制极英之气 方一 哦 能不能给我 哎 女孩算还是斯文一点好 别对我家方一动手动脚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嗯 哪个意思啊 闪一边去 嗯 抱歉 这嘎巴拉可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 乖乖 一哥还有父母啊 他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爸 一哥 你还记得你父母是谁吗 师父捡到我时 我身上只留下了嘎巴拉 这义能 是嘎巴拉任我为主后赋予的能力 我的父母应该也是义能者 他们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 嗯 说不定哪一天睡醒 他们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哎呦 这可是大喜事啊 一哥 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 还当不当我们是兄弟啊 哦 可惜线上几乎查不到义能者的信息 不然追溯到十八年前 也许就有线索了 兄弟们 醒领了 我的事不着急 先把初夏的问题解决 现在已经能证明 这个溶洞 便是一处天然的极音之地 刚才 是不是寒气 引发了我体内的极音之气 嗯 若非如此 我设置的封印 绝不会这么容易被冲破 走 去找溶洞里极音之气最盛之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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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洞里出现了水晶 嗯 说明这里有地下安和吧 嗯 前面有水的机器 臭没什么 赶紧给我跟上 你 这 这 这 放开我 重担泡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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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回事啊 又怎么了 啊 啊 快跑 快 快 朝鲜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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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水晶 怎么突然就炸了 那是因为 我们快到极营之气最盛的地方了 每当这里的寒气爆发 这些水晶 就会周而复始地破碎 再凝聚 那我的护身玉佩 能不能再凝聚凝聚啊 我可没碰他 他自己就裂开了 我的也碎了 看来 我小看了这里的寒气 接下来 我会重新炼制防御力更强的护身玉佩 等我半个时辰 你们原地休息一下 别随意走动 哦 胖子 你想不想 嘘嘘 我不想 我没有 你别瞎说 我说你有你就有 人有三级 胖子 别害羞啊 咱抱吧 走走走走走走 你怕喝你就直说嘛 吓舍子 打开我 吓舍子 太咋了吧 请不容苗 咱们快去找一个人 别过来 别过来 还有你的头子药啊 我打开我没了 英哥 救命啊 还好 他们只是陷入幻境 难道没有护身玉佩 他们撞邪了 看见水潭了吗 寒气引发水潭弥漫水气 封闭了他俩的无感 有此被困在幻境中 别过来救命啊 我要回家 跟你们说过 不要随意走动 刚才就被水潭漫延的水气给迷住了 人有三级 这个哪里控制得了啊 哼 就你理由最多 死胖子 你敢挑衅我 你 去 不跟你一般见识 去 我感觉 水里好像有东西 你别也被水气迷住了 走吧 呼声玉佩都搞定了 我们继续向前 好 没事吧 没事吧 再走半小时啊 怎么觉得好像很久了 我 你 你该死的 你别太花了 你该死的是你的 你该断了也快起开 再坚持一下 这里寒气如此重 离那极鹰之地 应该不远了 你的寒毒又要发作了 我先把你压制住 可这样 你的真元消耗太多了 没事 我撑得住 走吧 谢谢 这位美女啊 别听这个后绳说的 她呀是在撒谎啊 唐城古董街鱼龙混杂 你还是看准了再买 你 诶 我严格担保啊 这 你这东西做的 确实能一假乱真 但是有一点细节没坚固到 嗯 骆成气候湿润 出土的青铜器绣层丰富 绣质坚硬 你这假绣层做的 草帅了些 胡说八道 我不买的 我叫百初夏 是个热爱古董的文物猎人 我叫方毅 略懂古董 好 这里有锦石 锦之地 应该快到了 好 是当时遇难的搜查队员 走吧 真 particip 我有cast 真央是什么怪物 可 我 你怕什么 赶紧去 帮芳医他们 别怕什么 赶紧去帮芳医他们 扑鬼梧 本草灵工精的铃� народ 怎么会出现在这 你们别过来 这是普贵墓 都别过来 韩七动了这些普贵墓刀枪捕朱 连火符也奈何不了 那是什么 符纹 快趴走 炮子给我过来 好险啊 多亏一哥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一哥你怎么不早得用啊 哎 嘎巴拉可不听我使唤 那他怎么自己就帮你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能感觉得到 进入这里后 嘎巴拉好像变得活跃许多 还有那个阵法 难道以前这里 有异能者来过 哎 我们先去极营之地 找福贞 走 嗯 好冷啊 看来这里就是极营之地了 好家伙 这鬼地方连石头都怪不怪样的 少见多怪 这叫大自然的鬼谷神功 那是谁 嗯 伏阵 这和古墓的伏阵一样 初夏 你有救了 果然没错 曾有异能者在这里待过 这阵法就是他们修炼 极营之气时留下的 我逆行阵法 就可以去除极营之气了 初夏 你会坐到阵中 我逆行阵法 卡巴拉怎么这么听话了 我逆行阵法 去除陰記 一哥 那些極音石怎麼在冒氣啊 那是極音石裡的陰記 被陣法吹發出來了 那我不躲在這 一哥那那那是什麼動向 他這是要阻止一哥實行陣法 我們想辦法偷去了 動手 我的胖胖 這大傢伙比外面那些小怪 強的不是一丁半點啊 少廢話 快攔著他 這護槍 胖子 我來當炮手 掩護我 那你呢 我去放倒他 這手 最好 你給我當下 有胖年代 你休养过去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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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来吧 我死了 你跑去吧 我死了 你死了 我死了 你死了 干啥啦 去 威力居然这么大 初夏 你怎么样 我没事了 来 快离开这里 这是 嘎巴拉 一哥 这石像怎么也有嘎巴拉呀 这里不是极鹰之地吗 怎么怎么会有这么热的气流啊 这洞穴和喀巴拉 那些纹路 那些纹路 这符纹跟喀巴拉的一模一样 我要进去 说不定能找到我的身世线索 可里头看起来很危险啊 要 这纹路线玉佩又快顶不住了 我的也要碎了 怎么办 我的也是 这种软玉露磕的玉佩 没法在极端环境中撑太久 放映 放映 先离开吧 你们的玉佩撑不了多久 我以后想办法再来 对对对 先回去再想办法 哦 哦 快 走 动作快 软玉不行的话 用顶级应玉呢 顶级应玉 那就可以无需顾忌极端环境 可惜 这种玉可玉不可求 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顶级应玉 你们想去翡翠公盘买顶级应玉 那真是找对路了 不过 月博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之地 多方势力战乱频繁 这些人 把持着所有翡翠框口 为了利益最大化 他们还联手管控翡翠的交易 想买翡翠 就得通过他们举办的翡翠公盘 才行 我觉得啊 我们这次肯定能查 你看啊 我们刚准备去翡翠公盘 就碰到白老板也要去哪儿 还顺烧我们一场 简直是老天爷在帮忙啊 就是 而且白老板又是翡翠公盘的常客 到里面给我们支离一二 我们也许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呢 不用客气 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到公盘那边 如果有剑玉上的事需要帮忙 你们尽管开课 哦 哦 有方逸在 我觉得剑玉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也很期待 能看到方逸在剑玉上的神奇表现 等会儿有个健保大咖 好了也想认识一下您 哪位大咖 于老 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方逸 幸会 方逸小有比我想象的还年轻 真是年少有为啊 不敢当 于老在静定界的大面 我们可是如雷贯耳 没错 于老那些剑宝的文章 我可是都看过 专业造诣很深 气敌性很强 看了那么多还经常打眼 都看到狗子身上了 你 懒得给你一本见识 你 是小魔王 这松鼠是我几个月前捡到的 我见它古灵精怪的就留在身边 小友认得它 它是师父以前送我的小伙伴 后来不见了 我想起来了 是那只小松鼠啊 它还活着 白老板 看来我跟方逸小有真是缘分匪浅啊 你老 那我们出发吧 不急 我有个朋友刚好有事情要去那里 我托他顺便护送你过去 应该快到了 你这叫什么 他来了 彭家公子 风兵 彭家 你说的 不会是那个彭家吧 啊 正是 抱歉于老 让你们久等了 让你们久等了 我们先在营里修整一下 补计完毕再重发 胖子 以前就听说 横家是御国的几大势力之一 今天一见 名不虚传呢 御国这种地方 再大的势力也得如履薄冰 搞不好就要翻车 你们彭家 应该也是主导翡翠公盘的家族之一吧 翡翠公盘价值巨大 谁也没法独揽 就由我们几家共同来管理了 这位兄弟我还不知道来历呢 敢问贵姓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方毅小友 幸会 抱歉 刚才你向我伸手 他以为你是要对我不利 冒犯了 虎妹 我们的枪口可不是用来对着客人的 干脱兵哥动手 崩了 想不到方毅兄弟身手如此了得 我们来切磋切磋 什么 兵哥 你伤势还未完全恢复 我带你来切磋吧 这怎么行 难得碰上个让我欣喜的对手 我肯定要亲自切磋下 推下 来吧 方毅兄弟 兵哥 我看算了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来吧 这点小伤不碍事 方毅小友 你还是答应蓬兵吧 他这个人喜欢格斗 看到高手就挪不开脚 你要是不答应 我看他今晚是睡不着了 是啊 方毅 人家蓬公子一路护送我们 后面还要护送我们呢 你就陪他玩玩吧 只是普通切磋而已 不必太单回事 好吧 蓬兵啊 你可要点到为止 方毅小友跟你格斗场上的那些对手 可不一样吗 鱼老你放心 我不会伤到你朋友的 我的乖乖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鹏兵竟然是著名的黑拳冠军 成名多年了 鱼哥他 我对方也有信心 你们觉得兵哥几招能赢了 十招 你太不了解兵哥的实力了 我觉得五招 几招我不觉得 但我相信 你已经撑不过一分钟 痛快 你果然是个好对手 小 riot 真想错 他的小敞 我以为 八死不强 紧接在用南乒招 predicted 把義工做出来了 痛快 再来 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 打一场了 多谢兵给手下留情 哪里我可没留守 兵哥 别开枪 别开枪 兵哥 站住 兵哥 你为兵哥做了什么 你先把枪放下弄清楚情况再说 虎妹啊你冷静一下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方毅小友和蓬斌只是正常切磋而已 虎妹 别误会 是我 旧纪复发了 可兵哥以前旧纪复复发从没这么严重过啊 我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来得这么急 兵哥 我跟师父学了点七皇之术 让我给你把把脉 这次千年轻轻则 搭 快 你 好 то 只注重修炼外加功夫 属于用内加功法调及经脉吧 兄弟 行下 我确实对内加那头不太感冒 可兵哥以前救济发作后 很快就缓过来 怎么跟你动手就这么严重 这得怪我 把兵哥的潜力都逼出来 才导致救济爆发的 那现在怎么办 方医 你既然找到原因 可有办法解决吗 彭斌可是彭老爷子亲定的接班人哪 于老 我会尽力的 虎妹 你把兵哥送进屋里 我会为他疗伤 其他人就在外面等吧 兵哥 你先按我教你的土纳法 从内部调理下受伤的肺腑 待会儿 我会用金针从外部 帮你压制伤势 很好 保持呼吸节奏 一哥可别把人给整废了 不然我们都完了 死了 乌鸦嘴 稳住了 稳住了 原来那家功法还挺玄妙的 找你这图纳之法 确实疏伤很多 不过 这里还是隐隐作痛 感觉很闷 还有条金脉堵塞住了 好 这是前所未有的书台 散去了你多年练外功机遇的淤血 经脉也全部通畅 以后在外加功法的修炼上 还可以再进一步 谢谢你 兄弟 兵哥 你怎么样了 好多了 大家听好了 从今往后 方毅就是我彭斌的兄弟 你们要像对我一样去对他 是 一切都像少主月亮的一样 彭斌已经进入中兴地带 很快就可以把他引入往中了 很好 顶紧点 我不希望听到彭斌逃掉的消息 是 这次绝不会再失败了 那就好 我的耐心 可是有限的